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要来讲证券交易制度 这个呢是本节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内容 那么我们前面呢跟大家讲到概述的时候 我们也讲到了证券交易制度 那么证券交易制度最重要的就是分成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说到的做事商制度 做事商制度又叫做报价驱动的制度 另外一种呢是竞价的这种方式 或者是指令驱动的这种制度 那么做事商制度呢很多就是在厂外柜台市场 而竞价制度呢很多呢是在就是我们说的交易所的市场 当然也有这种混合交易的制度 就是这两种方式都同时存在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做事商制度 那么做事商制度呢就是又被叫成是报价驱动的制度 为什么要叫做报价驱动的制度呢 因为证券的买价和卖价是由做事商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market maker就是来报出来的哈 那么我们说证券买卖的双方 它是并不直接进行交易的 他们都是跟做事商来进行交易 那么做事商对这个证券同时报买价和卖价 投资人是看到做事商的报价之后 那么你才决定就是下单 是不是就是来进行证券的买卖的这个情况 所以说做事商呢是通过他自己来报买价和卖价 就是为整个金融产品的流动性 然后来提供就是这个方便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把它叫做market maker 就是是由他来提供 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的一个证券的买卖的这个情况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做事商的就是报价形成之后 那么证券投资者才会看到他这个 就是我们说的报价 那么才进行下单 包括我们说他可以报买价和卖价 那么做事商买 你是不是我卖给做事商 做事商卖 你是否从做事商手上买 那么对于做事商来说 这个买卖之间也是存在价差的 这个买卖价差就是由做事商来自己独享的 就是我们说到的买卖价差 就是这部分的收益 就是由做事商自己来获得的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竞价制度 或者说是我们说的指令驱动制度 那么怎么理解就是我们说的指令驱动制度呢 那么我们说指令驱动制度呢 是由订单指令来形成的 那么我们说在整个的一个市场之中 那么我们说是通过买方的订单和卖方的订单 来撮合就是我们说的形成最终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说整个的一个竞价制度 中间呢就是我们说 其实上是通过买方和卖方自己的报价来形成的 先有订单后形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价格 而做事商制度呢是先有报价 后形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交易 所以说是一个是报价驱动 是由做事商的报价 一个是由订单来驱动的 这个呢是两种制度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订单呢就是通过经纪商 你的订单是通过你的经纪商 就是进入到市场 那么之后进行撮合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又分成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 那么集合竞价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这个订单呢 我不是实时进行撮合的 我是在一定的时段内 我积累了一定的订单 最终才撮合 这是我们说到的集合定价 还有一类是连续定价 连续定价就是一旦有合适的买单和卖单 我是实时进行撮合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说的集合竞价和连续竞价 那么在整个亚洲市场来说呢 就是都是这种电子化交易 都是同时存在这样子两种定价的 一般说来 那么就是在早上开市之前 那么都会有十分钟左右的 就是我们说的集合竞价的时间 之后在开市的一天 那将会是连续竞价的这个过程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混合交易机制 那么混合交易机制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兼聚这两种制度的一种市场 那么它就是采用这种混合交易制度 那么在做事商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制度中 引入竞价交易的 比如说197年之后的纳斯达克市场 它就是这样子的 也比如说在竞价交易中引入做事商制度的 比如说86年以后的就是伦敦交易所 那么它就是采用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说到的混合交易制度 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做事商制度和竞价制度 它的一个差异 首先是我们说它的竞争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我们反复强调的 那么做事商制度来说 它是报价驱动的 是由做事商的报价 先有报价 那么投资者是看到报价之后 他决定下单的 那么另外一个是竞价 那么竞价呢 是通过就是我们说的买卖双方的订单指令 就是你这个价格的订单指令来撮合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指令驱动的这个情况 这是它最根本的不同 那么价格发现来说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竞价呢 都是正式市场的 就是我们说的交易所市场的 这样子的一个开盘的情况 那么对监管来说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 一般在交易所的竞价制度 都是受到直接监管的 而一些场外的 就是我们说做事商的这个情况呢 可能监管就会涉及到比较小一些 整体的竞争呢 其实上对做事商制度 是在做事商之间展开的 那么还有呢 就是我们说到的 对于竞价制度来说 是在买卖双方这些客户之间展开的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做事商制度它的优点和缺点 优点也是很明显的 跟它的制度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交 成交是非常及时的 因为你是做事商来报价嘛 对不对 如果就是报价就是合理 那么我下单我马上就会成交 所以它的成交是非常及时的 整个价格有相应的稳定的情况 因为做事商呢 它有责任进行平溺价格 那么做事商手中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有很多存货和资金的 那么面对市场的暴涨暴跌 那么它可以充当就是我们说的交易对手方 那么来进行很好的这个平溺这个情况 这怎么理解呢 这是跟买卖不均衡是非常相关的 比如说你在A股就经常看到这种情况 有时候是单边买市 有些时候是单边卖市 就是买的人特别多 或者是卖的人特别多 这种情况都是很常见的 有些股票就是光有买的 有些光有卖的 而整个的这个市场情况 就是牛市熊市也有关系 就是会表现为很明显的暴涨暴跌 那么做事商在这个时候呢 它因为有很多存货 它同时也有很多资金 所以说呢 它可能可以承担买入证券 或者卖出证券的这个功能 那么它就是提供了交易对手方 保证了就是我们说价格的一个平稳有序 而且很好的就是纠正了 这种买卖不平衡的这种现象 同时呢 做事商呢 就是我们说的 它持仓做事 那么对于很多就是想要 就是操纵股价的人 你想做事商手中有这么多钱 和这么多股票 那么你可能就是会有一定的担心 就是对某只股票的操纵 你可能会跟这个做事商产生矛盾 因为它可能就是有平易价格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义务 那么所以说呢 这时候呢 可能也曾从一定程度上呢 就是抑制了股价的操纵 那么缺点呢 就是我们说缺点也是存在的 首先一个是不是很透明 为什么 所有市场的买盘和卖盘 都是集中在做事商手中的 就是做事商呢 因为要及时的通过报价 所以说他要知道买盘和卖盘的这个信息 因此所有的买盘和卖盘 都集中在他的手中 那么 因此呢 就是我们说有一定的 这种信息不透明的这种情况 交易成本是比较高的 因为做事商呢 除了就是我们说的相应的 就是承担了这样子的很多责任 他自然会有一定的买卖价差 对吧 这个买卖价差 就相当于承担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 而不是有买方和卖方直接撮合的 所以中间就存在了这样子的交易的 就是我们说的付出更多的这种交易成本 监管成本也会增加 因为我们说了 做事商有可能会利用他的市场特权 比如说做事商之间的一个共谋 那么我就把买卖价差 可能互相之间都定的比较高 或者有一些特殊的 还是指定的唯一做事商的这种情况 那么都有可能使得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监管成本 增加的一个情况 那么整体而言 做事商呢也是存在两种不同的制度 一种就是垄断型的做事商 或者是一元做事商 或者说是一种竞争型的做事商 就是我们说的多元做事商 垄断型的做事商 就是一元做事商 就是纽约政权交易所的这种 纽约政权交易所的这种呢 就是每一个股票 它是指定一定的 就是我们说的做事商的 就是它是由这种相应的垄断型的这种做事商来承担这个责任的 那么每支证券呢 都有唯一的就是我们说提供的这种双边的报价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你如果你是承担唯一的这种做事商 你肯定有很强的信息整理的能力 并且可以获得就是我们说的很高额的利润 对吧 因为你是垄断的嘛 这是很自然的 那么当然它有优点了 优点就是我们说的责任非常明确 我就可以对具体的一个做事商进行监管 那么是非常有利于就是证交所来进行管理的 但它竞争性就会比较差了 因为就是我们说的 他们有做事商之间竞争是唯一的 那么这个证券的买卖双方的价格 那么就只能是唯一的 这个是我们说垄断型的做事商的不好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们说的多元做事商的制度 就是有多个做事商 同一支证券 有多个做事商 就是来报价的这种情况 那么或者叫做竞争型的做事商 那么一个很代表的情况 就是我们说纳达克系统 那么它就是典型的多元做事商的这个情况 那么多元做事商呢 就是最大的一个优点 就是做事商之间是存在竞争的 你想如果我的买卖价格还是比较大的 你的买卖价格还是比较小的 你想市场的这种买卖双方 是不是都趋向于就是 往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买卖价格比较小的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方面 就是逐渐的就是我们说的来进行 就是交易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做事商之间存在竞争 因此呢 它就自然会减少买卖价格 最终使得价格的定位 会是最更准确的 但是呢 我们说它也是有一定的缺点的 那么就是我们说的做事商太多的话 那么信息就会比较分散了 监管来说也会是比较困难一些 这是我们说的做事商的整体的一个情况 它是通过有做事商的报价 那么来进行就是我们说的 买卖双方的这个撮合 双方就是我们说买卖双方是不直接进行交易的 他们都是跟分别跟做事商来进行交易的这个情况 这是我们说的做事商制度 我们再来看一下竞价制度 就是我们说的指令驱动的这个市场 我们说是通过指令下单的这个过程 那么优点毫无疑问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实际上是相当于买卖双方 直接下单就是再来撮合的 那么它的透明度是比较高的 这些买盘卖盘 大部分就是我们说的你可以看到 那么信息传递也比较快 同时呢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的一个费用 因为我们说是直接就是双方这样子撮合 没有中间的就是做事商的这个 就是在中间的一个价差的这个情况 费用也都会比较低 那么缺点来说 一个是很难处理大宗交易 那么大宗交易呢就是我们说的 你可能可以通过做事商 一笔这样子大宗的这种买卖 直接跟做事商来沟通 但是呢连续竞价的这个情况 你要不断的买 然后你要根据这个买盘卖盘 那么在过程中呢价格波动 可能是比较大的哈 那么不活跃的这个股票 因为你没有做事商嘛 对吧 那么不活跃的股票 它可能持续就萎靡 它就没有做事商来进行 就是这个市场的这个活跃程度 没有这个买卖的这个过程 可能都无人问津的这个情况 而且呢价格波动也会比较剧烈 就是暴涨暴跌的这个情况 没有做事商进行一个责任 就是价格的频率的这个过程 这是我们说到交易制度 同时它也有可能会比较容易被操纵 所以说就是我们说的 竞价制度的很多缺点 是相对应于就是我们说 做事商的这个优点 那么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哈